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叶 今天原本计划和老鼠一起去接那个菌的 但是昨天晚上笑了一夜的雨 笑到今天早上,现在还在飘着细雨的 我们今天的话就没办法去了 计划泡汤了 现在的话我们也去国务院里面 自教国务院里面看一下 有什么菜再点回去 做饭吃去了 现在一块十一点多了 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看看有什么菜去 我看这个国务院里面 这个南瓜挺多的 我们就去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 这么大那个 找一个南瓜回去 做那个南瓜焖饭 南瓜焖饭比较香的 在我们这里比较受欢迎的 我过去看一下 看这个地方看到一个 结果太大了 不适合 这里也有一个 也是太大了 像这个南瓜的话 市场上卖的也还挺贵的 感觉 随随便便一个月几十块钱 像我们农村的话 是吃不完的 这里也有 到处都是 这里这个 这个坏掉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活是当时坏掉了 本来有了 太大了 看这个 这一个 是太大了 今年吃南瓜的话 随便拿 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 这里看到一个 这个就比较适合了 不大不下 不大不下 这个都是太大了 这个适合 但是这个是鱼 是长的 圆的 比较好一点 又看到一个 适合的 可以这个 也比较好的 没坏 像这几天的话 这个瓜腾都干掉了 这个 瓜的话 我们也给它多养几天 多养几天的话 这个瓜更好吃 更香甜 好 我们也使用了两个 比较适合的南瓜 我看这个还比较好一点 我们也用这个做一个南瓜焖饭 南瓜焖饭是在我们这里是比较受欢迎的 好 行动吧 先把这个准备好的南瓜 清洗一下 好 用勺子去除瓜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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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着里面这个籽除干净了 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这个准备好的南瓜放到盆里 这是我们前两天找的那个干巴菌 我们就把它弄了吃了 像这个放点干巴菌进去味道更好更香 7点佛萝卜 7点火腿肉 8点火 5点火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好的食材 都比较简单 请勾搁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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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水 油 酱油 水 水 碎 水 鸡 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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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